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謝謝 羽鳳姐 我們等一下新聞播報先從政治焦點開始 然後再播社會新聞 再文化 最後是地方 然後播完之後我們就進廣告 這樣OK嗎? OK 那我們五秒後開始 五 四 三 二 一 蕭媛夢是真正遊影電視台的知名主播 在螢光幕前是眾人的焦點 但她漸漸發覺到 當主播並不是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她想挖掘真正的自己 所以她決定暫時離開主播台 回到故鄉彰化的大學進修 找尋促使她前進的動力 和生命的意義 文化一詞呢 已經普遍被人家使用了 其他人來說呢 文化就是指藝術 還有音樂跟文學 更簡單的來說 它就是指藝術 好 各位同學 我希望大家以彰化為主題 然後去尋找一個相關的文化創意產業 例如八卦山 或者是其他的農作物產品之類的 然後請在10月15號之前要加 我請助教點名 那我們今天上課到這裡 好 圓夢姐 你們新的節目啊 找不到適合主持人 圓夢姐 很秋秋的 現在只要你們佩服之後 真的嗎 好好 那我試試看 那現在要做直升機 對對對 謝謝圓夢姐 謝謝圓夢姐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圓夢趴趴趴走 這邊是陽明山的微熱山丘 咳咳咳咳咳 咳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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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咳 抱歉 抱歉 再一次再一次 sorry sorry 小姐你好 這邊是圓夢趴趴走電視節目 請問鳳梨酥好吃嗎 還不錯 那這個是你今天第幾個鳳梨酥呢 第八個 哇 第八個 那你今天一定會很旺喔 謝謝 好 謝謝你的采法 圓夢姐 你知道現在節目也越來越難做 下面的人也越來越多 我了解 而且其實說真的 做這種外景節目跟那個 在你在主播台是不一樣的 你應該深入去想說 他們有什麼心聲 然後就是把它介紹給觀眾 這樣對不對 好啦 你認真做 要不然我會臉難做人 下面的人一直爬上來 OKOK 沒問題 好 加油加油加油 好 謝謝 再給你一次機會 好 謝謝 好 準備好了 薑開有黃綠色花 並有刺激性香味的根莖 薑除了調味用和做薑茶之外呢 還可以做成甜食 像薑糖 薑汁壯奶 大家有看過山藥田嗎 今天圓夢趴趴走節目 帶各位來到的是 法華山脈的山藥田喔 現在讓我帶你們一起去敲敲吧 走 位於法華台地的紅土壤 和日照充足等天然環境 相當適合栽培種植山藥喔 在法華台地即可見到農民 賣力採收的農村情景 現在就讓我們來品嘗一下 剛剛踩的山藥吧 北京這麼一輩子 就這麼一次 呼呼呼 我們學會鞋子 呼呼呼 決定為愛而見 滑過山除了有大佛 美食 還有一條很漂亮的自行車道喔 現在就讓圓夢姐姐帶你們去騎吧 走吧 國慶 導播 韓哥 謝謝你們今天辛苦了 謝謝 嗨 妳好 加油 跳得很好 讚 掰掰 嗨 妳擋錯我了 妳擋錯我了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那妳為什麼會在這裡 是 彰化是我的故鄉 我想要回到我成長的地方 然後繼續追尋另外一段夢想 那有夢姐那妳之後還會再回到 什麼會是妳最想寫下的故事 最想寫下的故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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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請 nem去給我 唉唷 對我這樣 你很想寫下的故事 我就要想打 fracture